那如果真的很晚回去 他會講那種電視劇裡的台詞說 你知道我等你 等到現在 看心情 有時候一開門 他就已經那戲已經演好了 就是劈頭散髮 然後坐在那邊這樣 在黑暗中 不一定 有時候是走生氣路線 有時候是比較淒涼的路線 然後就不一定 淒涼是說路很廣 你叫媽媽等你等到現在 那種不睡啊 然後就是讓你覺得他 他就是 我覺得很可能 我就會覺得很 怎麼講 我會覺得很 隨時他本來就不愛早睡啊 對 你可不可以把帳賴在他身上 沒有 我覺得他可能在看電視 然後唯一我們家開門 要有兩三個門什麼的 他就先關電視 然後跑到床上面 然後休息這樣子 跟以前小梅一樣 我媽 以前我們很愛去夜店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說 媽 你就先睡 你不要等我們 對 他就說 好 沒關係 然後已經凌晨三點 回到家發現家裡一片漆黑 然後你看小梅 你知道穿這種連身 他坐在黑暗中 對 然後穿這種連身睡衣 然後那個前輩就放一瓶 那個已經喝到一半的啤酒 然後她就說 還吃到回來啊 然後她就覺得 什麼才子啊 什麼叫還吃到回來啊 我就很冒犯 然後想說就跟你的情況一樣 明明自己在酗酒你知道 很吃起來 然後她就好像這樣 小梅 你還吃到回來 沒有 我不會 我不會喝酒 因為我不會喝酒 我都會去陽台 其實我都會在陽台等她 然後就跟著樹 花說話這樣 說什麼 就一直跟他們說話 是什麼 湯好還沒回來 你是好看的 看在那裡 然後就一直在陽台 一直看啊 看啊 我又一直 我還這樣在陽台說 湯好 沒有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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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自己一直笑 妳好嚇人 我自己就一直笑 可是我一直覺得這樣很恐怖 他就在每一秒鐘 都在等你回來 我習慣了 我真的習慣 因為我知道他會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 我就是會打個電話 沒有 其實我安心啦 因為他太晚我會不放心